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节省试验 二日喷在云 三日提高浓荷零容率 人物喷仨 化肥零容率只有30%到40% 直保护人积可以达到80%到90% 它等于人的静百注释 这能大大解决成本 还能提高产量 并且只需要一个人员成操作即可 现在有了雷达新能源汽车 又大大提高了无人机的工作效率 对于我们降为增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像我们用的极为无人机 以前是燃油充电 充一块电池需要2.8元 一天大概需要280块钱 现在雷达汽车后头充电 充一块电池一天要25块 减成90%多的成本 雷达汽车还可以用来运输 引烟 光是充电 运输成本都减成近5万元钱 对于农民来说 这都是枕银白银 写能源汽车的应用 是我们植物农业的重要一环 与植物无人机的大费 实现了创新 也是现在农业可及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更方便我们可学种田 更加生态环保 可学可持续发展 极其应用现在农业可及 带着广大农户 多种粮 种好粮 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